女军击手 这女什么来路 特战女的 你听说过呀 我从军脱了她的衣服 还要宰了她 让个像什么的 何晨光换上了唐欣怡的蓝军服装 出现在蓝军军营中寻找战机 正在此时 何晨光见到了铁龙中的同伴 本已不抱任何希望的指导员见到此时的何晨光 由于黑夜中的人见到黎明 在战友们的一致期盼中 何晨光接过了四连的臂章 此时 属于她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在一番侦察后 何晨光拿到了极捆小刀钟 为了制造混乱 何晨光将小刀钟安放在蓝军营地 为了不被发现 何晨光快速移动到烟筒下方 在解决了烟筒下方的蓝军狙击手后 何晨光便开始了新的战斗 随着唐欣怡的拖头 蓝军营地开始混乱 一场针对何晨光的寻找正在全营地开展 一生生的爆炸犹如一剂剂强星剂打入四连全体人的心中 在全体战友们的呼声中 何晨光秘密地潜入高高的烟筒 刺激做好反击的准备 此时的寒风刺骨 但是为了四连的荣誉 何晨光只能独自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夜幕降临 一场大雨让本来就寒冷的军营更加刺激 对于此时的何晨光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帐头内 金雕几人十分担心 这么寒冷的天对于正常人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 更何况受伤的何晨光呢 寻找从白天到夜晚 又从夜晚到天明 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演戏中 怎么能无所顾忌呢 不能再寒冷了 这小子还没消息 始终是个隐坏 护送一号头上感应 此时精调面对何晨光的坚强 无奈地选择了妥协 在几人的护送下 蓝军一号出现在何晨光的视野中 而对于此时的何晨光来说 简单的拉动都已变得十分吃力 随着一声枪响 何晨光完成了四连赋予她的使命 在战友人的欢呼声中 蓝军一号愤怒地撕掉了自己的毕竹 就在何晨光一声声的枪响中 众人看到了正在攀爬的唐心仪 此时的唐心仪 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随着唐心仪的不服输 两人的故事也正式拉开 唐心仪会怎么对待这个 打掉她骄傲的何晨光 两人又会发生怎样精彩七美的故事 我们拭目以待